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关暗节 过了一个星期六日又看看Bitcoin现在什么情况 根据CoinMarketCap的资料显示 截至截稿之前BTC现价报价34,031美元 过去24小时跌幅达到5.19% 而ETH报价2103美元 过去24小时跌幅达到5.06% 接着来跟进一下其他二线加密货币 在过去24小时里面 跌幅最大的二线加密货币是SOL 现价报32.51美元 过去24小时跌幅达到8.57% 而第二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DOGE 现价报0.2627美元 过去24小时跌幅达到8.19% 接着又来看其他重点消息 四川夏令 关币26个比特币矿场 一如既往贯涉他们的作风 剪掉矿场的电锅 自中国开始展开行动以来 比特币的总算力已经下降了30% 四川是继内蒙古和新疆之后 三大中国比特币矿场区里面的最后生还者 到底这个封杀行为会 会搞到比特币的矿场大迁势去哪个国家呢 第二质消息 随着GBTC的解锁日临近市场出现下行波动 比特币的价格在星期日跌破了34,000美元 分析师指出 在2021年4月中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139.5K的GBTC被解锁 预计价格会在7月中旬再度下跌 因为还有140K的GBTC有待解锁 不知道这个消息又会不会成真呢 好了 最后一个消息 听完这两个这么震撼的消息之后 不知道首次Bitcoin的朋友又会怎么想呢 会不会像这些消息的人那样 仍然看好币市的前景呢 Plan B的分析师指 比特币的价格在2021年可能达到45万美元 13.5万已经是最弱的情况 作为Stock to Flow Bitcoin Price Forecasting Model的创造者 而文明的Plan B 在最近这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 一度想逆转整体市场的情绪 还预计BTC的价格会在10月创下历史新高 到底这个消息可不可以逆转市场的气氛 我们又给一点点耐性看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又到这里 记住like share和subscribe 拜拜